Hello 大家好 我们看Point of Intersection 然后它就说两个Points的Intersection在哪里 那你要做什么呢? 咦?就是我们熟悉到无法再熟悉的一个一式二式的情况 那我们就先把一式二式写出来 但我们要熟悉的 如何做这些一式二式呢? 那现在一式二式就是这样 那你找回X和Y 我们通常是这样 我们一式乘3 那就是6x 减15y 那你要乘得快一点 就不要用计数机 因为太慢了 这些乘3 或者这些二式要乘2 那因为乘2这些都很容易计的 那就是6x 加8y 等于2 那这个叫四式 那我们呢 其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先找X和Y 那这里两个要消除了X 那我们就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第四条式就减走第三条式 OK? 那就是这里8y 然后就会加回15y 因为减-15y 那这里就会2-48-46 那就是23y等于-46 那y就刚刚好等于-2 那其实你看到D是答案了 那你甚至代回X是3 等我去2条式是不是都对 2条式都对 那所以D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